凹得远呀 裝修佬 凹得远呀 裝修佬 凹得远呀 裝修佬 裝修佬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裝修佬 歡迎收看今日的深入小白科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這些半面色的面罩 如果你用來油油 有些揮發式氣體 我會很適用 但你不要以為只有揮發式氣體才適用 因為這些半面色的面罩 如果你換了過濾器後 其實它連粉層都可以累到的 即是說 你不需要戴那些所謂的N95 那些口罩用完積器 如果你買到這一款之後 你買回一個相應的配件之後 你就可以連打石屎 轉孔 有石屎塵 你都不需要擔心 那你要怎樣做 首先第一件事 你當然要準備相應的配件 好像現在這個面罩 它就是用這個盒子 和這個格面 它不同種類的面罩 不同品牌的面罩 都會有相應的配件 但通常都會有配件 所以你們放心 買了一個之後 其實它可以是多功能的 我今天就和大家示範一下 怎樣去換 其實換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首先第一件事 你當然要先將這個 用來濾氣體的濾管 拔出來 像這樣就可以了 第二件事 就是之前和大家說過 它的發染 其實是比較容易去弄爛的 所以在裝之前 你最好就是拆它出來 備用 然後我們會準備 將這件事去裝上去 其實裝這塊和裝這塊 一樣都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 你將它放在桌面的樹 對正它的三角位 這個給大家看到 這個給大家看到 接著就扔下去 扔下去 扔的時候 要小心點用 你用桌面去借來 聽到拍一聲 其實就能裝上去 裝上去之後 你記住就要上一塊 加木上去 好像這樣 上完了 正上面走 你記得要上去 如果不是的話 它就沒用了 然後我們打開盒子 再把過濾棉 塞進去 你看著指示 因為它有底面分 它現在說這裡要朝向面具 就這樣 這樣 切下去 吸回那個 罩 這樣就可以了 它就由一個 用來過氣體 就變成過灰塵 這樣 你買了它 千萬不要浪費了 今天的生活小法科 就到此為止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